我是花蓮慈濟院的中醫師吳立功 那我今天剛好配合這個主題 我訂的主題叫做花托幫你治頭風 那像是我們剛剛陳醫師非常精彩演講 關於偏頭痛的部分 那其實偏頭痛在我們中醫就算是叫頭風 因為頭痛是比較輕微 對 頭風在我們中醫大中定義是比較嚴重 就像剛剛偏頭痛也是一種比較嚴重的頭痛這樣子 所以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 偏頭痛跟腦中風的中西和療這樣子 好 那我是吳立功 那我自己的專長是針灸、中藥跟把脈 那現在是花蓮慈濟院的主治醫師 那之前是台大畢業 目前也在進修博士班當中這樣子 那我想頭風啊 就要講到一個很重要的人物就是華陀 就像大家都知道三國演藝時代不是聽過一個故事嗎 就是華陀幫關羽刮骨療傷 那關羽的確是在這個襄陽之戰的時候有中到衛軍的毒箭 然後真的有去現場就是刮開他的骨頭做療傷 但是其實那個時候華陀已經死掉了 所以這個故事其實是杜撰出來的 那關羽其實受傷真有其事 但是其實其他人來幫他做這個治療這樣子 那頭風來講其實曹操就是一個 頭風很典型的代表人物 那我們在史書上其實有講到說 曹操頭痛非常嚴重 他會到心亂目眩 頭痛難忍 然後諸醫失智 療效甚微 意思就是說 頭痛的時候非常嚴重 整個人都非常不舒服 甚至會有頭暈的現象 那這疼痛是非常嚴重的 幾乎沒有辦法去忍耐 然後很多醫生看到的時候 治療效果都不好 那這電視劇演的就說像是 斧頭砍開他自己的腦袋一樣這樣子 那時候曹操就請華陀來幫他看病這樣子 那華陀很快的就在這個 一個穴道叫隔疏穴的地方 背後的穴道競爭 那馬上曹操就腦清慕名疼痛栗質 而眼睛也清楚 整個頭都疼痛就改善很多 但是華陀也有講 他說此境難記 橫世公至可言歲月 意思就是說 雖然你現在針完之後馬上好了 但是你這個病還是非常的難治 他需要很多的時間 然後才能讓你的症狀慢慢改善這樣子 那但是後來因為種種的紛爭 其實曹操就把華陀給殺掉這樣 也是我們非常惋惜的一件事 不然我們可能中醫有機會 發展出一些外科手術的治法這樣子 那所以最後其實曹操在 他兒子曹操生病的時候 他就開始非常後悔 他把這個我們的華陀殺掉這樣 讓沒有 他兒子曹操沒有辦法好的治療 結果後來就枉生了這樣子 好 那我們回到今天的主題 我們就要講這個偏頭痛的中西合療 那就像剛剛陳醫師有講的 頭痛他其實最重要就是會噁心、胃光 然後很疲累要休息 那他可能持續數個小時到一兩天 其實比較嚴重的頭痛 那剛剛有一些加重因子、緩解因子 剛剛也都有做一些討論了這樣子 那遺傳其實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或者一些內分泌跟壓力的部分 那其實現在他們做了一些研究啦 其實頭痛跟這個腦內血管收縮有關係 那可能會造成局部血流的下降之後 又造成頭皮動脈的擴張 導致一些疼痛物質的上升 最後造成這個偏頭痛的部分這樣子 那在中醫來看呢 中醫古書來講就是說 他有提到說偏頭痛 舊風邪克於陽落 其今偏虛也 邪氣湊一邊痛連頭腳久而不已 就是說這偏頭痛 我們中醫認為跟風很有關係 所以我們今天主題才叫頭風 就是他跟風帶來的病邪 停留在我們的頭上 然後邪氣湊在一邊 就困在某一邊 然後會連到整個頭腳都痛有關這樣子 那以中醫來講 我們把它區分成很多種原因 那不管是受到風寒啦 受到這個風熱啦 或者本身素體的虛弱 肝腎不足等等 或者是消化吸收不好 或者是你有一些痰濕 或者一些淤血的體質 其實都有可能會造成這個 頭痛的產生這樣子 那以中醫來講 其實我們中醫很在乎的是這個 經絡的系統這樣子 我們人身上從頭啊身體啊到手腳 其實都布滿我們的經絡 那以頭來講 最重要的就是我們這幾條經絡 那行走在正中間的 就是我們的督脈 所以我們常看武俠小說說 練功要打通任督二脈有沒有 任督二脈就是在我們的正中間 就是我們任督二脈 那還有一條跟偏頭痛非常相關 就是我們的這個綠色的 綠色的我們叫膽經這樣子 所以你看它繞來繞去 都繞在我們的側邊 所以其實是我們中醫覺得 跟偏頭痛最相關的一條經絡這樣子 那另外還有在臉正面上的胃經 還有在側面上的這個 三交經跟小腸經等等 好 那我們中醫其實就會 根據這個不同的經絡 然後選用不同的治療這樣子 所以我們頭痛其實分很多種 我們有分成頭頂的痛 然後前額的頭痛 然後還有側邊的偏頭痛 跟後邊的頭痛 那其實每一種我們中醫都覺得 它是不同的原因造成 所以我們會用不同的藥物 或者是不同的穴位 來做治療這樣子 好 那以藥物來講 這就是我們針對這個 不同的頭痛選用不同的藥物 那以今天的偏頭痛來講的話 我們最常選用就是柴狐這個藥 柴狐這個藥就是 我們中醫來講會輸肝解育 就像剛剛陳醫師有講到說 這個偏頭痛其實跟壓力的誘發很有關係 我們中醫覺得側邊這整塊的頭痛 跟情緒情緻的壓力都非常相關 所以我們會選用這個柴狐 來輸它的肝讓它可以放輕鬆一點 然後讓它這個鬱結的心情 然後得以舒緩 然後來做這個偏頭痛的治療這樣子 好 那自己除了 因為中藥只能中醫師開嘛 那自己平常可以保健的 我們今天會教大家一些穴位的按摩這樣子 那我們同樣會針對不同的區域的頭痛 有不同的穴道的治療 像是頭頂痛 我們當然就可以按頭頂的擺繪穴 或者是腳上的太沖穴 那如果是前額的頭痛 我們就可以按手上的河骨穴等等 那如果像我們今天的重點偏頭痛 我們就可以按像是風池穴 或者是翼風穴等等的穴道 那我等一下會一一教大家這樣子 好 那我剛剛有提到說 有一條最重要的經絡跟偏頭痛最相關 就是我們的膽經 其實現代人真的是 生活步調都非常快速 那工作又很忙碌又壓力很大 尤其台灣人真的是 非常認真努力的工作 那所以這個膽經的問題其實很常見 所以大家可以摸摸看自己大腿的側邊 或者整個頭的側邊有沒有非常的緊繃 或者是有那種 我們中間說經潔感就是一顆一顆的 就是整個非常緊繃 其實我們中醫很常會 為教大家敲膽經 因為現代人真的壓力太大 所以敲膽經我們就是可以自己用手 每天這樣子敲個三五分鐘 其實就可以舒緩我們膽經 來促進它這個經絡氣血的循環 那我今天要教大家很重要的是 這個膽經的穴道 有一個我們今天最重要的穴道 就叫風池穴 那其實像剛剛有 幾位後來相親有提到說 是不是吹風變冷了 可能會誘發這個頭痛 對 以中醫來講答案是肯定的 因為像是我自己門診 本身天氣變化很多的時候 現在的頭痛就是吹到風 就風池穴後面這個部分 其實痠痛緊張的比例很高這樣子 我先跟大家說明一下風池穴怎麼找好不好 我們大家一起來用自己雙手 來保養自己身體健康好不好 風池穴就在耳間 耳間的水平面 水平面再往後碰到這個頭髮的地方 碰到頭髮再進來一點點 會有一個凹陷 大家有找到嗎 碰到頭髮進來一點找到凹陷 那用力用大拇指 把它按下去 把斜對角按下去 其實會非常的痠 那這就是我們的風池穴 所以它不管是受風著涼 或者它也是我們膽經的穴位 所以它是治療我們偏頭痛 最重要的穴道之一 大家可以在這個穴道 按壓到有點酸酸脹脹脹的 不要到很痛 稍微按壓到有點酸酸脹脹脹的 它其實就會對偏頭痛有舒緩的效果 大家有沒有覺得 按起來很酸的舉手一下好不好 我自己也很酸 所以大家平常真的可以 多多做這個保健的部分這樣子 那我再教大家一個帥骨穴 它也是在我們膽經上面 它其實就剛好是偏頭痛發生的位置 所以是在耳朵的尖端 上面兩吋的地方 那兩吋它是多寬呢 大概就是我們手指 三根手指伸出來的寬度 那大家自己抓一下 就在耳朵的尖端 往上大概三根手指寬度有一個凹陷 大家也可以用不管是用拇指 或者力量不夠的 用手指的關節去按一下 稍微輕輕地按一下舒緩一下 其實都對偏頭痛是有所幫助的這樣子 這是我們的帥骨穴 那另外還有幾條經絡也跟偏頭痛很相關 算是我們的像三膠筋 那三膠筋很重要的一個穴道叫液風穴 那這個穴道非常簡單 就是大家摸摸自己的耳垂 耳垂的後面有沒有 有一個很明顯的凹洞 凹洞稍微再往裡面按壓一下 這個也會非常酸 那它跟風池穴都是我們治療這個 治風然後治偏頭痛很重要的穴道這樣子 大家可以按一下自己耳朵後面有一個很明顯的凹陷 就是我們的液風穴這樣子 那中主穴就是在手上啦 就是我自己其實也有偏頭痛的問題 所以我也是過來人 那時候在這個 那時候還在 我是慈濟大學畢業 還在讀慈濟大學中醫系的時候 哇那時候讀書壓力很大 然後每天要讀很多書 就是壓力比較大 然後結果有偏頭痛的問題 那時候我就來我們醫院看 我們的老師啦 就是林育寧主任 非常有名林育寧主任 就是非常難掛號 我那天好不容易掛到 然後掛來之後 我還等了兩個小時 我想說 怎麼等這麼久 等了兩個小時之後 老師只針了我一針 然後就結束了 好就只有一針就哪一針 就是中竹穴 好就是中竹穴怎麼取呢 就在我們手 手的背面 第四指跟第五指的中間 好第四指的掌骨跟第五掌骨的中間 上面有個凹陷 凹陷地方把它按下去 稍微用一點力按下去 對那個位置沒有錯 就是我們的中竹穴 那中竹穴其實是一個非常厲害的穴道這樣子 那不僅可以治療我們的頭痛啊 對我們的耳朵啦 或者是肩膀也都非常有幫助 所以大家可以記得這個我們中竹穴的穴道 那我們最後其實我有帶一些耳穴的治療 可以幫大家貼貼耳朵 那甚至貼在這個穴位讓大家比較好記 回去也可以記得這樣子 好 那當然像我們頭頂正宗的百慧穴啦 或是大家很常用的太陽穴 那太陽穴怎麼找呢 就是在我們眼眉毛跟眼睛外面連線的地方 就是整個側邊的凹陷的地方就是我們太陽穴 那或者是頭頂的百慧穴 其實都是治療偏頭痛一個很好的穴道這樣子 好 那如果以中醫來講 這些字大家都不用看 當然先以中醫來講 頭痛有幾個分類啦 一個是我們覺得是外在的環境造成 就像剛剛陳醫師有提到 偏頭痛它是一個很會很敏感 很受外界的環境影響 所以其實我們中醫就區分某一型 就會覺得它是外在環境影響 包括天氣的冷啊 風寒型的 像是如果你在外面很熱流汗 又馬上走進冷氣房 這個被冷到的造成的頭痛 我們就把它叫風寒型的頭痛 那像今年夏天 今年夏天很熱有沒有 溫度非常高 你如果走在外面 沒有個保護你 真的會被熱到這個頭 也非常頭暈腦 這樣我們就叫風熱型的頭痛 那或者是有一型呢 就是淋雨 常常淋到雨啦 所造成的頭痛 我們就叫風濕頭痛 那針對不同類型的頭痛 我們中醫都有不同的治療這樣子 那除了這些外在的原因造成之外 我們中醫很在乎身體裡面的體質 你體質不好也是會誘發頭痛的 就像有一型就是 他脾氣很差 很容易生氣 然後常常氣到這個臉脹紅等等 這一型的頭痛 我們叫他肝癢上抗頭痛 簡單說就是肝活很旺的頭痛 那這一型的我們也有一些藥物可以治療 那另外常見的頭痛像是腎虛的頭痛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他整個人都是很虛弱 然後很容易腰痠啊 膝蓋會軟啊等等 那身體都是比較虛弱的這類型的頭痛 那還有像是淤血的頭痛 淤血頭痛的特點就是 他會容易刺痛 然後遇到冷 不管是吃到冰啦 或者是天冷 像是這禮拜二吧 10月10號那一波東北季風第一次下來 有沒有人那一天頭特別不舒服的 就是最近這個禮拜天氣變化 頭特別不舒服的 舉手我看一下好不好 對其實有些人就是會因為天氣 變化造成不舒服 那如果是這種刺痛型的 這種我們就是屬於這種淤血的頭痛這樣子 那我們中醫其實還有一個 我自己也非常喜歡用的就是耳穴啦 那我今天也有帶了蠻多這個耳穴 可以來最後如果有時間 可以來幫大家貼一下 就是耳朵穴道上 其實有非常多的這個穴道 它這個其實是在國外 還有一個法國學者做的一些研究 我們就像也應該避免一些咖啡啦 乳製品等等 然後尤其我們中醫很在乎 就是避免受到一些風寒啦 吹到一些冷風 然後建議說要緩解它自己情緒的變化 然後養成這個運動的習慣 就像剛剛陳醫師有說要運動 紓壓然後還有這個預防性的用藥嘛 就這幾個重點大家記起來就是最好的保健這樣子 好那我今天可能就先講第二部分這個腦中風的中西核療 那包含我們最後第三位的趙醫師是講這個腦中風的部分 那我就切入到第二個主題就是腦中風的中西核療 那不過因為我想大家最好是不要遇到腦中風啦 所以我這個角度就是分享我們醫院一個中風病人 我們所幫他做的一些治療 那就是用一個實際的案例來讓大家了解一下說 我們這個花蓮慈濟醫院在這個腦中風這一塊 我們中醫跟西醫是如何合作一起來幫忙病人的這樣子 好那這個病人他是66歲的沈先生 他是務農維生住在浴裡這樣子 那他從3月29號早上就突然發生這個意識昏迷不清 然後顏面癱瘓 然後加上右側肢體無力 然後講話都講不出話這樣子 所以當下就送到這個浴裡慈濟這樣子 那送到浴裡慈濟之後 他有照了這個大腦的電腦斷層 那之後因為懷疑是中風的部分 所以就送來我們花蓮慈濟醫院這樣子 好那我們幫他做了一些檢查發現 他是有一個顏面的癱瘓 然後吞口水也比較困難 那右側肢體都只有肢體無力 右側都只有2分左側有3分的狀況這樣子 那西醫這邊也幫他做了一些抽血 發現他有高膽固醇高血糖 然後發炎指數跟白血球指數也略為上升的狀況 好 那最重要診斷腦中風 現在最重要就是要看影像嘛 好 那在一開始在浴裡慈濟醫院的時候 因為浴裡慈濟醫院他只有電腦斷層 沒有核實共證 所以他當下就照了一張電腦斷層這樣子 那那個醫生其實也蠻厲害的 其實因為他這症狀就很像中風 所以我們就會懷疑他是中風 那所以看到這個片子 雖然電腦斷層很難看出他的中風 但是可以看到左邊右邊這一塊 其實很明顯就比較暗這樣子 那所以他就懷疑是梗塞性腦中風 就送來我們花蓮慈濟醫院這樣子 好 那來我們花蓮慈濟醫院一照這個核實共證 我們就發現是一個非常非常大面積的 這個左側大腦的一個梗塞這樣子 這面積其實非常大 其實是一個很嚴重的狀況這樣子 那現在的吸著核實共證技術很進步 他們也可以來掃這個血管 所以可以看到說 這條是攻擊大腦的血管 右邊那個血管是非常的漂亮 到後面分支又非常漂亮 可是你發現怎麼左邊的完全消失了有沒有 所以左邊這整個血管堵塞 造成這個左半邊的大腦都沒有血流供應 所以造成我們梗塞性腦中風的狀況 所以原本兩邊的血管應該是左邊右邊很對稱 那現在左邊的完全消失了這樣子 那所以他們就有幫他掃這個頸動脈的部分 看這個頸動脈有沒有塞住 那發現他頸動脈幾乎是完全的阻塞這樣子 才造成他這一次的中風 那以中醫來看呢 我們中醫會用望文問切的四整 那可以看到他唇色是比較暗比較紫的 這在我們中醫來講是一種瘀的表現 就是血液循環比較不好 那常常會瘀製的表現 唇色比較紫暗這樣子 那加上他又有抽菸喝酒攪檳榔 又喜歡吃肉 然後脾氣也比較差這樣子 那我們把脈我就不細講 這是我們中醫的脈血這樣子 那有一些原因啦 我們覺得除了他本身的三高 都沒有控制好之外 他其實脾氣也比較暴躁 易怒 然後我們中醫覺得怒的話 氣就會往上衝 才導致他的中風 那加上那個時候 玉璃那時候其實非常多雨 然後那天又是在早上的時候 天氣比較冷 所以才誘發他的這個中風的發生這樣子 那所以我們中醫會覺得說 他這個有一些原因會造成他的中風 最重要的是他飲食不節制 那吃得比較油膩 然後吃得比較甜 然後導致他的個性暴躁易怒 跟這個本身的一些腎虛的問題 都有會導致他中風這個原因這樣子 那一開始我直接讓大家看 我們看我們治療的圖好了 一開始他昏迷指數只有八分 是屬於中重度昏迷 其實是一個相當嚴重的昏迷的一個狀況 那右手右腳都比較沒力 分數只有兩分 滿分是五分這樣子 所以我們做了非常多的治療 因為他是在昏迷的狀態 所以我們針 就甚至有針到人中 是一個非常強力的針法 非常非常的刺激 如果正常人針人中 可能會痛到昏過去 但是他這裡昏迷的人 我們就是急救的穴道 那甚至針腳底 腳底正中央的泳泉穴 也都是非常痛的穴道 我們做了非常多穴道的治療 那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是 因為他是左側大腦的中風 我們直接在他左側大腦中風的 這個區域的頭皮針了大概十針左右 就是來加強這個區塊的血液循環這樣子 好 那我們另外還做一個非常特別 就是我們中醫針對這個中風的大絕招 就是在手指的地方放血 就是有點像是這個側血糖一樣 刺血糖它不是會血滴出來嗎 那我們會再多擠幾滴 大概擠個五到十滴 就在我們的手上的大拇指 中指跟小拇指 點刺然後放血 放血擠出五到十滴 這是我們中醫治療 這個急性中風的大絕招 就是我們穴道的放血這樣子 好 那治療完之後 其實他是在3月29日就來我們醫院 那後來會診中醫之後 我們在4月3號就有幫他放血加針灸 那這個紫色這條線是我們的昏迷指數 一開始昏迷指數其實也都是蠻持平的 那我們放完血跟針灸之後 隔天昏迷指數就上升一分 那後來陸續的針灸之後 昏迷指數在兩個禮拜之內 就從中重度的昏迷 恢復到滿分的十五分 那以我們臨床來看 這個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可以在這麼嚴重的中風 在短期內從這個中重度的昏迷 恢復到這個十五分滿分的 昏迷指數的狀態這樣子 好 所以我們覺得這個緊缺放血 其實是一個針對這個病患 一個很有幫助的治療這樣子 那其實現在中醫啊 其實中醫師以前當然是 就是看好自己的門診 但是我們現在中醫進入到 整個醫院的體系 那我們甚至希望中醫被世界所認可 包含現在世界衛生組織 其實都有承認中醫的 非常非常多的治療的病症這樣子 那中醫這幾年 尤其是針灸 在全世界其實真的是 席捲了一股風潮這樣子 那所以其實我們中醫也做了非常多的研究啦 希望也向這些全世界的醫師說明說 我們中醫其實是可以幫忙 那我們中醫是真的有療效的 所以像是這個是我們在 這個全世界最權威的這個研究組織 考科蘭組織 它做了一些研究文章 那證實說針灸對中風 其實是療效是非常有幫助的這樣子 那所以最後我幫這腦中風做一個總結啦 當然就是最後希望大家都最好 可以好好保養自己的身體 就是都不要遇到這個腦中風 那不過等一下其實 趙醫師會講到說 人的一生大概會有六分之一的比率 會遇到腦中風 所以我們還是要非常小心 那但祝福大家不要遇到腦中風之外 那萬一自己親朋好友 有遇到腦中風的狀態之下 記得要跟他說 中醫的針灸跟這個中藥 其實會對這個腦中風的復健 非常有幫助 甚至在即興期 在指尖的放血 點刺的放血 其實會對這個意識的恢復 或者肌肉的恢復 其實都會非常有幫助這樣子 好 那以上就是我今天的演講 那非常感謝大家的聆聽這樣子 希望讓大家有所收穫這樣 謝謝